最近陕西第一头高育种植克隆奶牛出生 这个小家伙的体细胞公体奶牛 居然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幼年奶牛 在西安一个奶牛厂里 这头4月29号出生的克隆奶牛 体重56公斤 体型花色与体细胞公体奶牛一致 目前已度过出生后的危险期 进入正常的饲养管理 最核心一点就是它的期待 就是和一般的正常出生的牛没有差异 这对后续的活力 以及它后续的存活与健康是很关键的 期待如果粗大的话 它连续的出血很容易造成牛肚的死亡 对于克隆牛期待比较粗大 体格比较粗大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靳亚平说 以往他们筛选克隆公体奶牛 要等到奶牛在七八岁以后才能筛选 这次采用基因评估技术 发现一头三个月大的幼年奶牛育种值较高 并成功进行了克隆反育 是国内首次从牛犊身上采集体细胞克隆 这头克隆奶牛的出生 为大规模实施体细胞克隆 高效保存和利用现有两种奶牛 进行快速繁育提供了科学数据和管理经验 降低两种奶牛依赖国外进口 被卡脖子的风险 我们这个克隆技术呢 就是把我们穷体里边最优异的这些母牛 我们把它集中起来 然后把它扩穷 就为我们后续构建优异种质的核心穷 提供了种源的保障 感谢观看